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经历过失败婚姻的金融男 我自己当时太年轻 没有经受住外面的诱惑 迎凭交友 他有这样的择偶要求 首先要有演员 他能否通过女方及亲友团的考察 他又是否对女嘉宾有演员 我就想给我们的男嘉宾点一个赞 对于他上一段婚姻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年轻没有经受住诱惑 那么也就是说他直接地承认了 因为出轨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他以前的前任也是因为劈腿 所以在他心里边一直有一种隔阂 如果是女方出了这婚姻的女人 就没有女人 凡人有喜之 金融男再婚看演员 马上播出 这是发生在交友现场的一幕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马上播出 吴先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女嘉宾呢 现在有点事情 因为她的隐形眼睛忘带了 然后现在去买一下隐形眼镜 可能要你多等一会儿 没关系 那我们俩就闲聊一下吧 可以 听编导说你比较注重演员是吗 有这方面的倾向考虑 至少能够带得出去 让人就说 一见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是最好的 那如果太漂亮了 每个男士见到他都怦然心动 你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教这样的女孩子 就要对自己有信心 那看来你还是挺有信心的是吗 自信有一点 但是就是说还是要看女嘉宾 对于未来的 另一半的想法 本期交友男主角 吴晓东 32岁 身高1米65 职业 金融操盘手 女士和先生 女士和先生 时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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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 全世界 巴黎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吴晓东 从事的工作呢 是金融理财规划师 然后呢 之前有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现在呢 临于已经两年了 在《华兰游戏》这个节目呢 我也希望能够找到 自己新鱼的女孩子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 谢谢大家 那我的缺点可能是话太多 然后知识交流呢 一般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在这一块呢 就是说我跟客户也好 朋友也好 交流的比较多 有时候也容易忽略重点 我的情感经历呢 在两年前 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自己当时太年轻 没有经受住外面的诱惑 然后呢 经过这一段婚姻以后呢 我更明白了婚姻的珍贵 也在今后的生活中 希望跟爱人 共同去打造一个更加完美 更加和谐 友善的家庭 我对我的择偶要求呢 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演员 然后要带得出去 带得回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日有喜》 我是今天的情感观察员 肥桃 节目开始 我就想给我们的男嘉宾 点一个赞 对于他上一段婚姻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年轻 没有经受住诱惑 那么也就是说 他直接地承认了 因为出轨 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很多人在这一点上 真的不认他 我们要如何才能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呢 那就是从认错开始 在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的男嘉宾想要大 觉得什么样的女孩子 会让你有演员呢 这一块呢 没有固定的标准 其实演员这个东西 只可意会不可言喘 就是一种感觉 男嘉宾迫切地希望 见到女嘉宾 但主持人告诉他 还需要等待 这一点都要找出 来 我也要想这家打电话 哦 那我发发你 还我们走 找参与 我就站了 跟我来坐 麻烦你 我打个电话 行不行吗 打嘛 要我的 你说 三个不发 三个路 八六路 八三个路 男嘉宾 你是家属吗 你还挺热心的吗 怎么说呢 老人在外面走私了 能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帮助 我觉得是应该的 男嘉宾热情地把电话 借给陌生阿姨 他万万没有料到 这位阿姨就是女嘉宾的母亲 其实女嘉宾 并没有去买乙情眼镜 她只不过让母亲打头阵 考察男嘉宾 只有要求方面就是说 对老年人比较有耐心一点 然后又耐烦心一点 因为老年人一般情况下 可能在这个年龄内 会比较唠叨 比较 比较 也比较少 比较死情况也比较多 可能耐心一点对老年人 然后体贴一点 喂 你在哪里有没有 我找不到你们了 我找不到你们了 你们在哪里 那你们过来一下嘛 我找不到 你也接了嘛 这事还是第三 应该是时代天台广场的一个地方 那麻烦你受不住 我是那个 你在这儿坐呀 他一会儿过来接你 我们在那里面耍耍耍的 就三个了 没事 坐会儿嘛 其实在外面就三个 最好是跟自立在一起 比较好一点 走到一起就掉了 女嘉宾让母亲假扮路人 向男嘉宾借电话 是为了测试 对方是否对长辈 有爱心和耐烦心 为了不让男嘉宾看出破绽 连工作人员也卖力地 配合女方家长 你们在哪儿去见面呢 没有玩到哪儿来见的吗 她 都在这儿见过了 没有回节目的嘛 她们走了 那两个 让她在这边坐 就不会影响了她 没有回节目的嘛 这还真是临时状况 我以为你们安排的 你还以为是我们安排的 你还以为是我们安排的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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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带过去 150866 好 好 我去席去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慢走 我去看到这个玩意 还是 吃了好她的心 还是多用心 还是多成心的 不是怎么没有成心 你还能打电话 走脱落 还是成心的吧 有些是她 她就不成心的给你打电话 她说我打不晓得 我不打电话 然后我就没 长得有那么适应 是 长得有那么适应 啥意思 她长相还是 长来还是 没得算是突出嘛 不能算是怎么 有点意见很重要 我也算是重要 当然重要啊 但是我看到了 这个人的长相还是可以 吴先生 有耳机啊 最好我把电话借给她了 您觉得对吗 我觉得对 那现在是这样的 是女嘉宾 就先让她妈妈过来看一下 你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我觉得 我做了每一位市民 应该做的事 然后我得到了 非常正念的那样的回报 是这样的 所以你对当时的表现很满意 说得通俗一点 我觉得 我不光是自己应该这样做 我应该呼吁 每一位市民都这样去做 好 那我们就会见一下女嘉宾 看看她对你的印象怎么样 好的 谢谢 走走走 回来问大哥 别说肯心不高 回来 大哥走 好 好好好 先不要哈我啊 你叔叔我哈哈 等一下阿姨你不见过 哈哈 好 先这样 来猜一下这一家人的关系吧 这是她的大哥 这一定是她的妈妈 那这是她的福祉了 对 真的呀 绝对 再来一样 再来一样 那她一定是女嘉宾 对 对 那你觉得女嘉宾的印象怎么样 就是说初次见面啊 了解的不够分切 八分不买 八分不买 你幸好没达十分 这还就有人打死你了 这样子 好吴先生 很抱歉 不逗你了 眼前的女士 只是女嘉宾的嫂子 想要见到女嘉宾本人 可得先通过她全家人这一关 你觉得刚才怎么样啊 一般 一般 一般是怎么着一般 是过的 你是个哥哥嘛 过的那是哥哥聊三 过的那一关 我勉强过不到 勉强也过不到 好多忙 你觉得刚才呀 还把我当成女嘉宾 觉得怎么着 可能很生气 很生气 我怎么觉得你生气 真生气啊 干嘛 我说你喜欢女嘉宾 这是什么人 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两个人能够聊得来 好 来 少子问一下 你得做家务能不能看来 其实两个人一起做家务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重庆有没有房啊 买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接房 男嘉宾也有房 我女儿也有房 两个条件都不错 好 我儿子跟媳妇要走 他们要回家上班了 可以嘛 那能够 哥哥撒子就先慢走了 然后就说 有机会要到重庆来耍 我到时候会亲自接待你们 好 就这样子 不要 很高兴见到您 谢谢 其实哥哥嫂子的离开 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印象 看他也是有点偏开啊 我也是觉得吧 看他自己 他妹妹自己能不能看吧 反正我就觉得 这个人吧 就是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很冷淡那种 反正我们也不参考 看他自己吧 也是 反正就是他人生大事嘛 他过的观点比较重要 我觉得 是 你是看他过的嘛 那么 接下来的相亲 会一帆风顺吗 好吧 我们的这位嫂子 我想说你真的想多了 对于男嘉宾来说 你的妹子是一个仙女 还是一只恐龙 她还不知道 她怎么可能对她的家人 表示出非常大的热情 来做告别仪式呢 在这里我其实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们凡人有喜节目 经常也会请到嘉宾的亲友团 一起来参加咱们的节目的录制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常常会看到 有的亲友真的对相亲对象的期待值 非常的高 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更有热情 更有爱心 更有耐心 其实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我们对于陌生人 不太可能付出更多的热情 更多的爱心 和更多的善意 这才是正常的 难道不是吗 我自己的影响就是看她比较爱 看男女孩子看中国私立 是吗 身高知识一部分的问题 我们可能还要跟全方面 一起了解她别人 对吧 不能一单子拍死了 毕竟女女也不少了 发出来的时候选个好意 你不要讲你 不要什么要讲 不要什么要讲 男嘉宾 现在女嘉宾就在你的前面 看到背影了吧 看见了 看见了 感觉怎么样 阿罗多知识 身高预估在1米63左右 身材还是非常标准的 她说的什么我听不到 好吧 那你想不想再往前看一下 想 那我给你走五步吧 三 四 五 男嘉宾相亲最看重演员 她迫切地希望女嘉宾转身 那你觉得女嘉宾是什么脸型的 还是什么类型的吗 国字脸 然后从那个 现在还穿了一件职业装来看 应该是职业型女性 嗯 我是女嘉宾的哥哥 我妹妹长得很漂亮 我妹妹长得很漂亮 我妹妹的性格 很太阳很活泼 觉得是比我出色嘛 不讲比其他人出色 她怎么说 而且她现在自己逛个房子 这些 我觉得她怎么说来 在她旅行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她很强 而且个性这些 还很不容易 我们女儿来 反正是 乖巧吧 女嘉宾你听得见我们说话吗 听得见 那现在呢 你就要想个办法 让女嘉宾转身 要是什么 没关系的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请你不要 不理不睬 可以吗 她无动于做 那我就帮你问一下吧 好啊好啊 女嘉宾你听到男嘉宾开始唱歌了吗 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转身呢 悄悄告诉我 因为她唱的不真诚 唱的不真诚啊 对 那你觉得她要 怎样才真诚呢 要很投入的去唱这首歌 那我再去给她说一下 好的 好 再走五步到她背后可以吗 再走五步 对啊 走三步 一 二 三 一二三 一二三 牵着手 四五六 抬起头 起怕着我们四半 当月桥 让双架去腾空 让我们去 这样的 已经都不近了 你应该这么近了 我心跳加速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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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女嘉宾 其实我觉得今天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 希望你能够赏脸 与我正面相见 谢谢你 能转身吗 爪 爪 哇 好美哦 我感谢凡云五十男主 给了我这次机会 让我见到了美丽的女嘉宾 她的身高啊皮肤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男嘉宾的这个表现 和她的谈吐啊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会说话呀 都对其咱们的呢 男嘉宾 请问你平时的职业是妇女之友吗 我真的要为你这么会聊天的行为点一个赞 你在一步步靠近女嘉宾的过程当中 充分地展示了你谈吐很得体 而且对女生的了解 描述也非常的准确 可是有没有人对你提出这样的质疑 这么懂女人 是因为你平时就身在花丛公子 女嘉宾还没有取下面具 男嘉宾就开始不停赞美 我说男嘉宾你也激动的太早了吧 难道你就不怕一会摘下面具 见光死吗 你能把蜜蜂照杀了吗 你能把蜜蜂照杀了吗 想摘面具没那么容易 女嘉宾提出男嘉宾完成体能考验后才行 那么男嘉宾会顺利完成体能任务 摘下女嘉宾面具吗 是我加油 你还很厉害嘛 就最后有一点点抖而已了 是有点抖啊 你家里面满意吗 还可以 那你愿意为我摘下眼罩吗 摘还是不摘呢 哈哈 哎呦 我的体能表现超出了你的预期 你的美貌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非常荣幸见到你 表现的态度还是非常非常地好 过程只是也还比较标准 什么体能 应该平时还是会有一些种效率短练 然后还是这方面还是可以 OK OK 那两位先来介绍一下 认识一下 我怎么说呢 今天两位都姓吴 吴小姐 吴先生 来 认识一下把握下手 你好 我是吴小龙 吴小培 好有缘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去 坐着聊会儿天 再了解一下第一次好吗 好的 本期交友女主角吴小培 三十一岁 学历 本科 身高一米六三 职业 化妆品美党 大家好 我叫吴小培 然后今年二十八十年 今年三十一岁 然后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社专业 然后虽然说是因为是读的社会社 但是其实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小手管理的一块儿 然后主要是化妆品行业这个行业 与这个行业当中单身也比较长 所以说只今单身 其实比较喜欢 就是像旅游啊 或者是一些运动 但这段新闻运动会比较少一点 旅游啊 就是说喜欢切一些那种海边啊 或者说是山啊 不要偏打在美方上的东西 我心里可以这么说啊 同时一般情况下 会觉得我的脾气会非常好 就是好得了一点点急一些 但是就是可能是 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破坏性运动 这场的东西 如果突破的运动 这些可能都会不一样 我妹妹啊 性格比较强势 我希望让人找一个性格 让父母的 就算说比如说 有菜子有车有房子 现在的人就是 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吧那种 只有要求方面就是说 我年龄比我稍微大一点 就是把四岁以内嘛 他如果家里面有事情 我希望他是站在第一个位置 就是说他会站在前面 去处理很多事情 不需要让我跑到前面去 去当女孩子这种 我觉得其实我不想当女孩子 我也很想有人可以依靠 如果对方是有个婚私立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我比我排斥 因为其实不仅仅 离婚一定都是说 某一个人有很大的问题 有可能就是双方之间相处 出了问题嘛 有可能是双方性格 可能之前了解不是很清楚 爱情后争取以外不放弃 大家好这里是法人游戏 我是小红娘冰田 参加本节目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由周志福珠宝提供的 珠宝带进去一张 其实开始啊 男女嘉宾的见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场面 那么他们一会儿的 见面的聊天到底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还是有点小担心了 毕竟我们的女嘉宾 是从来没有接过婚的 而男嘉宾是接过婚 并且有小孩 我很担心这会成为 他们的一道阻碍 不过我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顺利 我觉得你还是多优秀的 然后不晓得你 对于你一般有它的要求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能够很好地活下期的那种人 父母对于那个 你的女嘉宾有什么这样子也要求啊 我觉得她也三十岁了 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啊 想找一个可以就是说为她后半生负责的人的话 找一个那种 他会离家呀那些方面呢 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她虽然说人呐或者事方面都很好 我觉得她在住家方面不是的很好那种 也会住家务事的反正是哈 我女儿反正是她一天很忙嘛 反正家务事没得好多事情做的 一天都在办工作 哪些家务事呢 能煮饭的行吗 其实没得像他们像那个糟糕 虽然我以前也很少煮饭 但是我以前烧菜的烧菜是可以的 你们父母不难道就不看中 就是对方的条件呢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 肯定有一定的经济势力 才有可能去对你的女儿有那种好吗 其实我这边的那个经济条件呢 房子有 车子也有 然后但是这也是就是 技术都不能在 技术的东西的 不晓得能不能达到你们 父母和你的要求 基本的条件满足我觉得就OK 因为大家未来要一起去奋斗的嘛 对吧 你这个男生还是比较优秀 还是多会体贴人 还是都有孝心 结果分过后还是我女儿过的日子 然后不晓得你就是对家务啊那些 然后比如说叫蔬菜啊那些方面 那散不散场 大家都工作那么长时间的时候 工作上的压力都会比较大 如果说是对方又会比较忙的 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这段时间的话 希望能够给对方更多一些照顾和体贴 就比如说晚上如果回来玩了 能够帮他就是相复 可能帮个煮碗面 或者说放个水澡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都是一些小世界上的 一些相复的一个体贴嘛 我所有的东西都回 回过头啊 睡着雨啊 有数花生啊 半个人 只是 只是东西啊 男嘉宾自称厨艺不错 说到不如做到 女嘉宾立马请她做一碗米线 检验一下她的诚意 男嘉宾自称厉矩 男嘉宾自称厉矩 男嘉宾自巡 男嘉宾自称厉矩 男嘉宾自称厉矩 ED 一种御用筷子 觉得就是跟饭店卖的那种 还是有点像的嘛 就颜色搭配很漂亮 绿色 红色各种颜色都有 我想说一下 就是人家撒香菜撒到中间 然后这位先生一撒就撒一半 真的不是自家开的店 果然好爽 好 我笨子负责任的态度说 味道还可以 就是米线稍微硬了一点 真的吗 那我也尝一下吧 我为什么又尝不出其他味道 就只有一点辣味呢 怎么说呢 我们一代泡椒鸡杂呢 就是说主要以泡椒和鸡杂的 宣味为主 然后我们的那个米线呢 就是经过鸡汤高汤熬制出来的 所以味道非常的宣美 你是老板吗 我觉得你给老板做宣传 特别好 你知道吗 宣美真的没吃出来的 你看米嘉宾终于收拾它了 好样的 那米嘉宾给他的这碗米线 你评高分吧 最高分是多少 十分 好吧 大高的就是蛮很多的水 我觉得好紧张吧 五分 要解释一下 因为米线确实没有煮 没煮透 因为比较硬嘛 然后可能就是刚刚像那个田田说的 就是辣味盖掉了基本上所有的味道 所以可能就会整个口感上差很多 那可能我以后要加强学习一下怎样 我觉得从七块四川这一代的男女都需要点赞那个地方 我们的男女嘉宾现在有点渐入家境的意思 女生希望被照顾而男生又愿意下厨做菜表示我愿意照顾你 岂不说这碗米线到底好不好吃了 在我看来厨艺不是最重要的 而诚意才是一段美好关系的开端 虽然厨艺没有获得女嘉宾点赞 但是男嘉宾愿意学习厨艺的心态 还是让女嘉宾很满意 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问题 男嘉宾有小孩子这一点 女嘉宾能接受吗 从目前情况来看 她跟着她妈妈可能更有利于她的成长 她妈妈也不反对 但是在可能稍微读小学的时候 可能我会坚持一下自己带 对 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个方面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的 我也没有带过小孩 所以这方面可能对我来说 可能是会有一些顾虑 因为其实跟小朋友相处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容易 在这一点上其实我还是有信心 但是我最怕的都是 就是可能娃娃跟妈妈感情比较好 她自己亲身母亲可能感情比较好 比如说还是像她们父母最后 还是会在一起 她会觉得你这个人夺出来 是破坏她们家庭的 她会有哪种想法 看来我们的女嘉宾 还是中了电视剧的毒 认为做后妈 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身份 只不过我觉得 女嘉宾的担忧还是停留在成年人的关系上面 她会认为 会不会我的出现让小孩子认为 我破坏了她的原生家庭 实际上我认为你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亲子关系 因为所有的爱情关系 婚姻关系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甚至有一定的体验 但是对于亲子关系来说 对于年轻女孩子来 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如果说要做后妈 最担心的应该是跟小孩子的相处问题 而不是她跟原生家庭的相处问题 如果是你们生活在一起 会不会就是小孩会比较像着她妈妈 然后再产生一些家庭当中的矛盾 你有可能会和前妻复婚 在离婚之后呢 我们也尝试过为了孩子 就是说再次走到一起 但是这次这个裂痕呢比较深 我们跟她的妈妈就是说 确实也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这一块呢就是说 我相信这个顾虑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孩子更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 而不是去担心她更爱谁 况且她妈妈现在已经在婚了 就是说我们 我跟她妈妈也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实际上的 其实作为你的孩子多优秀了 那么不小心你以往 那感情经历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打说有两段 然后就是毕业了之后又一段 一共三段的这样子 就是之前的一个情感经历嘛 然后应该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过男朋友了 时间会比较长了 我觉得放弃的人男士都还是眼光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他们就说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分手啊 就想放那种程度的问题 除了问题这个我想引导臂 引导臂 之前那个男朋友她还是属于外星 比较受欢迎的这种程度嘛 然后因为有一次是因为工作这个缘故 然后就是晚上吃饭嘛 然后遇到一个也是一个女娃娃 然后后来两个人可能关系上有点过度了 这个事情上比较反感这方面的情况 正常出了问题的情况下的话 他们难道没有求过你们原谅吗 如果她发誓不再犯的话 你也不肯原谅她吗 有条缝了嘛 有缝的鸡蛋都已经不太完美了 我的上一段婚姻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就是那种所谓就是年轻其身 就是做出了一些就是违背家庭的问题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破坏了一个家庭的祸血 所以导致我的婚姻失败 我想说的是其实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有年轻其身的时候 其实如果是懂得原谅和懂得保重的话 也许这个家庭更会祸血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是女方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有能原谅吗 这个问题要尖锐哈 你觉得这是同理性问题啊 那下来交流 这个问题下来交流 还有没有 可能对于如果就是比较容易劈腿啊 或者说比较容易花心里这部分的人 我肯定会 可能会进而远之 因为我觉得最终其实就是大家之间 因为相互伤害都会比较深 他以前的前任也是因为劈腿 所以在他心里边一直有一种隔阂 然后他会觉得一个男人只要出了一次轨 他会很有可能再出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他在这方面他不太能够相信 有没有出过轨 其实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都有这种可能性 并不代表出轨的男士 他就一定会出轨 然后我相信就是说在前期的一个婚姻变当中 给了我们太多的深刻的教训 包括就是说对于家庭的就是说一些变故呀 在这一块呢 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自己 就是说在以前的年轻的莽撞 以后的生活当中比普通的男士更有 就是说这方面的警惕自己 和以后会表现得更好 我可能不是很相信那种口头上表达说 他愿意去改某些他的一些毛病的 可能那个跟我自说说的专业有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是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在城市社会当中是研究过对于家暴 以及那个就是就是赌博这方面的行为 然后对家庭的影响 以及后续的一个很多案例的一个分析 结果基本上都没得好 对对意思就是类类性都会有 他比较容易受游和 对就是他容易受游和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 要像他后面能够有整枪大的指控力 我觉得很难 亲爱的女嘉宾对于出轨这个问题 在你看来是否一次做贼千年是贼 一招出轨万年不用 你是这样给人贴标签的吗 你刚才说到我不相信口头上的表达 可是出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只能用时间和行动来进行证明 那么在我们的女嘉宾看来 出过轨的男人向你承诺 我不会出轨是不值得信赖的 那么没有出过轨的男人说 啊 我不会出轨 是否就百分之百值得相信呢 这方面的问题你觉得 你 女儿 女儿 跟你讲话 不要听妈妈的哈 不能 你说 像这个婚姻不能撑哈 她已经结婚了 有小孩了 小孩已经几岁了 你不会不能承受她那个 当妈妈的那个 嗯 真的当后妈肯定会比较难 就是 以后很多事情不好处的哈 我怎能考虑她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 这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呢 是不是和我们的男嘉宾有点像 都是寒态可居的样子 那么两位今天做决定呢 就是 如果你们愿意和对方牵手成功 那么你们就出现在这 就像 我们的熊猫和竹子一样 永远的在一起 所以十分钟以后 我特别期待看见二位 好 你们去准备一下吧 好 谢谢 嗯 朝着日落 达到本去 就别重逢 是否可能 把破碎的爱再还原 原来爱不害怕 路途遥远 也不害怕时光流逝认是非 只怕爱的不够坚决 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 还记得与你的亲吻 和你身上的味道 让一切无处可逃 我学会祈祷 忘掉悲伤 爱的勇气在人家里 非常的遗憾 我们的男女嘉宾 并没有在十分钟之后出现 就只剩下我和珠子熊猫在这 不过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就说可能在我们相互 介绍了以后 就说因为大家都信吴嘛 然后从我心底的感觉 可能更希望 把她像妹妹一样的疼爱 而缺少了就是说 恋爱的那种想法和感觉 就是对男嘉宾的印象 每两种意见都 就非常有感觉 我们的女嘉宾相当的优秀 无论是外表职业还是性格 你希望选择的男性 应该是三十岁以上 然后未婚 或者是离已没有小孩 同样也很优秀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相信你也有看到 这样的男性 通常都是离过婚 有个一个小孩 那么在我看来 最好的一种状况就是 如果这个男人他是离过婚 有小孩 但是不在身边 这已经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否则的话 如果你坚定你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找到 符合我要求的白马王子 我才愿意跨入婚姻 那么我也祝福你 只是希望这一天 不要等得太久 同时呢 也感谢周知福珠宝 提供的珠宝代金券一张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 真空秀等着您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的 折婚秀 我是小红娘冰田 电视机前的 单身男女朋友们 有福利了 当你们拨打我们的 栏目热线电话 658615868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并且很有可能 在2015年 结束你们的单身生活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 今天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福威 今年24岁 身高1米500 目前从事教育行业 家族杀品吧 是图生图长的一重 请美尔 我性格所以比较外向那种 可能是由于我 从事的工作的原因 很喜欢和不同的人交朋友 平时也有时间的话 很喜欢去徒步旅行 和这个朋友一起 出去旅游啊 我特别喜欢你看书 因为我觉得通过看书 可以收到非常多的 心情的姿势 对我的生活非常有帮助 我有一段感情经历 发生在我的大小时期 我前一段感情持续了两年的时间 其实她也没有 当初也没有很激烈的追求我 我不是一个就是说 只要你追我 我都愿意的那种女生 我比较相信 就是两个人的感觉 就是两个人头脑里面的想法 比较接近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 就是持续地走下去 分娼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觉得她太幼稚了 所以说这次我来参加 凡能游戏这个栏目 是希望找一个比较成熟 处理事情上比较冷静 都是比较有社会纪念的 那么一个栏目 我的父母都有正式的工作 而且手足相当的稳定 我们家有三套厨房 还没有卖车 原因是因为我们家 没人会开车 但是计划是 等我拿到家照之后再买 因为父母对我非常地从来 从小的话 所以说呀 就是说对我的中生大事 还是比较关注的 我希望我的领域把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 身高1米7以上 不要太胖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注重健康的方面的 所以我希望找一个 就是说身体比较健康 体型也比较正常的人 希望 男哥说呀 他最好是学理科的 因为我觉得学理科的人 就是说 他非常地聪明 就是可以把学理很多 这些语用到生活中来 如果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 就是发展会更快一点 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更高一点 这个男孩子啊 我觉得应该要独立自强一点 不要什么事情 就是说都人品 母的摆布嘛 希望他的话 应该说有自己的厨房 我妈妈的话 还是比较看重的一方面的 有正式的工作 而且对未来要有 就是说比较周密的几句话嘛 大家好 我叫朱珍珍 我今年23岁 我来自重庆开县 我现在居住于重庆 舅龙坡二浪 我想待我30岁的时候 然后就退休 然后带着我的父亲母亲 一起环游世界 我一次偶尔尼西非 让我解除了 那个心体观念 我是没有 没有那么多资金 来投入这个 人家回缩的 然后找到了一个 我的伙伙人 然后投了一家 这么接近路边 一个平方的一家 回缩 女嘉宾给人的感觉 成熟老练 甚至感觉到强势 其实 这都和她的成长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离家出走后 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家庭重担 懂事的女嘉宾 为了帮母亲 减轻生活负担 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努力打工 自食其力 其实我就是 感觉是老年的一种 但是我也有这个 走转点 不知道 冰田今天为大家 推荐了几位 明星嘉宾 是否有你心仪的 那个她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和我们 取得联系哦 我们的联系电话 是68615868 同样 如果您是 单身的人士的话 如果想早一点结束 单身生活 也可以和我们 取得联系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然有喜 我们等您 她是为外形娇小 但内心强大的女生 我想造一个 就是可以尽快 结婚的对象 来过节目的她 虽没有牵手成功 但却受到 好多男士的爱慕 开始我非常好奇 什么样的女孩子 让男孩子如此动心 要上演争夺大战的 当我看到 女嘉宾的资料 马上就明白了 今天为她而来的 两位男生 一位犹如温暖的阳光 一位却像寒冷的冰砖 好像男嘉宾 他们很帅 我怕他们 因为我真的是 很喜欢你 所以我怕他们 见到让你误会 我让他有机会 所以我不足运气 哪怕他们决位 我必须给你表达 他们都信心十足 准备为爱而战 如果你愿意 和她亲属成功 就抱着这束花 站到她的后面来 如果不愿意的话 也把礼物 往前推 凡人游喜之 为爱而战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是乐远 要用心去游蓝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2015都市频道 幸福者在一起